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杰瑞仲 我们这一集再来谈谈收藏 收藏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进入每个家庭 很多朋友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收藏 那么我的收藏当然就是年期 有些朋友说哎呀多拉我看一看 多展示一些东西 确实收藏来说你一定要见过好的东西 见过好的产品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去博物馆 去提升自己的眼界 提升自己的建商的水准 那么呢 我也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呢 和大家多分享一些收藏的东西 那么呢 今天想展示什么呢 想先通常收藏的人都喜欢喝茶 那这是在中国人圈子里面喝茶喝功夫茶 喝什么茶都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说到茶第一位的茶需要茶叶罐保存 茶叶罐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今天呢想展示了几个就是不同国家的茶叶罐 第一个这是一个英国的19世纪出产的 英国的茶叶罐呢 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它的底款呢很简单 它就打上steering 告诉你这是纯银的 那么由英国制定了这个纯银的标准就是925 有些地方包括一些首饰上你可以看到925 为什么会有925呢 是英国它制定了这一个标准 就是925以上才能成为成云 成为steering 那么以下只能成为silver 有些银器你看到以后它是打一个silver 那表示呢它可能是在800或者是825 或者这样 那么英国的银器呢 当然已经在整个世界上是有相当的地位的 它做得非常的工整 做工非常的漂亮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是非常一个收藏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 英国的 它通常会有家族的或者公司的一个标志在这里 通常会有这样的 或者一些家族的收藏 就是这个银器制作公司会把这个家族的竹灰 打在上面 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 很漂亮 英国的银字也非常的好 如果你仔细的去区分 会发现英国的 或者和其他的欧洲国家或者是荷兰的 它的银字上有区别 那么银呢 它是因为里面的有一些杂志 银很难做到四个酒 银是没有四个酒的 那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误导购买银器的朋友 是吧 这个纯银的 张口碧口就是纯银的 那个四个酒的 只有金有四个酒 银是没有四个酒的 那在美国 就铸币局做的纯银的银币 纯银的银币 那纯银的银币 这是美国制造局做的中国人的龙岩 龙岩的纯银的银币 上面清清楚楚的标准三个酒 三个酒 这是对银的纯银的最高的标准 三个酒 这是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 那么 所以银器呢 一般因为为了它的使用上 为了它更方便使用 更方便的就是保存 所以说 在三个酒的技术上 一般会在低一点 因为增加它的运动 运动 像这个经常会打开 像这个已经是一百年了 一百年你可以想象 一百年的使用 这样来谈 而且你看 听到声音没有 它严实合佛 那是茶叶在部会里面 就是走位啊受潮啊 为什么赢 因为它要让它赢的 就是说含量略微降低一点 但是要有一个标准 是925以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英国的银器也是非常的 中规中矩非常的漂亮 那么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展示的一个什么呢 荷兰 荷兰的银器 我也许 总是 与我们 全部都当分为了 比较